好同学我们现在要看开始上台湾的地质构造与地形 那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台湾的地质构造 台湾的地形不重要 不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课本等于是没内容 那就跟你讲说台湾有盆地啊 台湾有台币啊 巴拉巴拉讲完就没事了 内容很少 你不如回去看你们一年级的地理课本 那边讲的台湾地形 讲的比较多比较仔细 地科等于这样子随便呼啰过去就算了 没有了 那前面的半段呢 台湾的地质构造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先上的是台湾的地质构造 台湾的地质构造 台湾呢是两个板块挤压的 叫做菲律宾 海板块跟欧亚板块 600万年前 所以台湾岛是很年轻的 挤过来 李宋岛 吴巴拉巴探测图 好 所以有菲律宾海板块 大约朝西北方向挤挤挤挤 然后压一压 然后就折皱隆起 好 所以李宋岛湖北端 运动 挤压着欧亚板块之后就慢慢隆起 就变成了现在台湾岛 台湾岛就是 整个台湾岛所形成的样子 这边有写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 挤压形成现在的台湾岛 好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地石构造的图 这个图现在你看到都拿这张图了 你看到都拿这张图 好 然后呢 这里面请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有个地方 画跟我教的不太一样 是哪里 这个图上有个地方 他画的跟我前面教你的不太一样 看出来是哪里 去看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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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要告诉我这里 哪边画的跟我教的不太一样 哪边 板块哪个软块 欧亚板块怎么样 很好 小朋友你说对了 这里不太一样 这里谁隐墨 欧亚 欧亚隐墨 我教的时候教谁隐墨 我教的时候 我教大陆地壳跟海洋地壳相会谁隐墨 哎呀 为什么海洋一个隐墨 密度比较大 对不对 这里是欧亚板块隐墨 为什么会这样 科学家目前的解释是 之前前面有块南海板块 南海板块下去了 隐墨下去了 不见了 然后把后面欧亚板块一直拖下去 一直拖下来 所以这边是欧亚板块隐墨 所以不太一样 所以就有这个一样 好来 现在右手边那个谷有个尖筋的有没有 有个尖筋的谷有看到吗 这个我们需要老师考过 那以国中程度你就只要记得 这代表的就是 隐墨的方向 所以看到台湾岛的 这边基本上是谁隐墨 欧亚板块隐墨 是在我们的东北方那边才是谁 所以海板块隐墨下去 OK 这件事要知道 考试一下画图 我们学校老师考过这个 画图 然后问你说这应该是谁隐墨的 那旁边就是显示的地形 有琉球海沟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重点是记得 台湾是谁跟谁聚合 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聚合 所以就是要聚合 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岸聚合 好 重点一 台湾位在聚合性的反卖交界带上 重点二 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岸聚合 重点三 我们的聚合的交界带在花东重谷 不是海岸线 所以你站在花东重谷 比如面对北方 你的左手西边 是中央 中央山脉这一边 那是属于欧亚板块 你的右手东边 好 海岸山脉这一块 是属于菲律宾海板块 所以呢 刚刚讲的重点一 台湾是位在聚合性的反卖交界带上 重点二 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聚合 重点三 所以学测考过一题 画了个台湾岛地图 问你说 谁位在菲律宾海板块上面 蓝宇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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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位在菲律宾海板块上面 OK 所以 学测考过第一 那 台湾是在聚合性反卖交界带 因为台湾是聚合性反卖交界带 所以就怎样咧 做地震 因为我们教过了 反卖交界带就是什么 地震带嘛 所以台湾未在聚合性反卖交界带 所以它就做地震 事实上台湾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这件事要记住 我们后面会教你有三个地震带 其中一个是环太平洋地震带 台湾就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面 另外就是 多火山 板块交界带就是火山带 就是地震带 所以台湾多火山 那温泉 温泉 我们提过了 温泉就是火山活动的遗迹 有地热加热地下水 所以就有温泉 所以有温泉就是有火山 有火山就是有地震 因为它是板块交界带 OK 所以台湾岛也是 台湾就是多火山多温泉 然后就跟你讲说 但是台湾现在的火山 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我刚刚讲死火山 修火山 那是不太活动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活动 就是吸取温泉也不 基本上还好 就是台 大城山地热 就是各位都住在这附近嘛 所以应该都晓得 马潮温泉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重点 台湾岛在上升之中 因为呢 它板块挤压 因为它板块挤压 板块挤压 然后就折皱隆起 折皱隆起 所以呢 就 然后就会 然后 往下塞 后面往上抬升 啊 挤的速度呢 大概七八公斤也不用废了 然后挤到 咯咯咯咯咯咯 所以台湾就会 直接上升之中 啊 上升之中 所以当会会提到 上升的证据 好 那再来就是有 区域性变子源 再来就是有区 再来就是有区域性变子源 啊 因为挤压 就有高温高压 所以就有所谓 区域性变子源 好来 请问你 所以也变成什么 大理石 你讲大理石会被我枪笔 大理石 你这样大理石会被我枪笔 所以变成什么 大什么 大理石 大理石 蛇温炎跟台湾鱼也是便积炎的一种 这个偶尔有人会问到 就稍微记一下 看看就可以了 它这个是因为是整个大范围的挤压 所以是属于区域性便积炎 挤压高温高压 区域性便积炎 所以花冬 花冬是在所谓交易带附近 所以花冬会盛产大鱼 这个地理上交过 好 大家就是讲 前面交过了 我们在聚合性的板块交界 就有所谓造三运动 造三运动 所以台湾一挤压一折 就有造三运动 然后我们有个交界 大概是在花冬冬 所以我刚才已经念过了 中央三脉该是什么板块 中央三脉是什么板块 欧牙板块 很好 台湾三脉 菲律宾海板块 非常好 有造三运动 前面交过了 聚合性板块交界 大家会有所谓的造三运动 好 我们就请教 背下来 中央三脉是欧牙板块 海岸三脉是菲律宾牙板块 所以台湾岛在上升之中 那台湾岛上升的证据呢 证据是什么 就是前面交过的证据 还记得吗 八仙洞 海石洞 高高低低的海石洞 越上面的越老 越下面的越年轻 所以表示它不断的在台生之中 这我前面交过 听得吗 好 八仙洞 海石洞 再来就是一个高位珊瑚礁 那个我们学校去毕业旅行的时候 常常就会去墾丁 然后平常常会去设顶 设顶是一个自然公园 基本上是很荒凉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个自然景观 它在山上 可是山上有很多的珊瑚礁 珊瑚应该是在海边啊 海里面啊 本来在海里面 现在就跑到山上去了 所以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上升之中 所以就是高位珊瑚礁 这些在山上的 在海浪岛的地方的珊瑚礁 证明了台湾岛在上升之中 高位珊瑚礁 另外这里叫做河街地形 河街 来先看照片 就是河街 溢街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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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在河流 河流 他有生老病死 沉住坏空 他比较老的时候 河面变得比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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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面变得比较弱 他们在沉积 可是如果碰到了台湾 会有所谓的回春作用 会重新使他在青池 本来提平的 在青池 接下来 多注意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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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河街地形 那这里有两阶 那就越上面那一阶 就表示是 越上面那一阶 就表示是越古老 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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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向下切割 使他隆起 会形成一阶一阶的地形 然后在上面呢 是比较老的河床 比较老的河床 就是所谓的 河街地形 好 我们前面说 因为板块挤压 折皱隆起 然后呢 有人引墨下去 往下塞 所以台湾岛就被抬升 那台湾岛正在上升之中 那上升的证据有什么 我讲了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 巴仙洞 高高低低的海石洞 第二个证据是 包卫山胡椒 就是在山上 海浪打不到的山胡椒 一上升的证据是 河街地形 都要记得 我讲过这些证据 证明了台湾岛在上升之中 好了 好 谢谢观看